这是嫌犯在通讯软体张贴的代查各自广告 刑事局方面接获线报指称 有人在网路上兜售各自 经过追查发现 张姓与严姓嫌犯利用号称 漏收神器的小白机资料库查询 以每笔500元贩售各自 购买者只要提供查询对象姓名 就可以获得其性别、生日、手机、身份证字号 户籍地址等个人资料 初步估计已经卖出近百笔资料 这名嫌犯在通讯软体上面 刊登号称他拥有全国人民的个人资料 并以每笔查询 以新台币500元的一个等值的虚拟货币来做交易 购买者先将虚拟货币打入 他指定的一个电子钱包地址以后 这个嫌犯将各自截图给购买者 那经过我们专案小组 缜密的一个分析 锁定嫌犯 先在8月31号 在台中市东区 先逮捕到张姓嫌犯盗案 然后在10月31号 又继续溯源 在台中市的一个南屯区 来捕到言性的嫌犯盗案 并顺利查扣 做案用的笔电 还有手机 还有相关的一个 个人资料的一个资料库里面的资料 把它顺利的拦阻下来 警方清查资料库有1700万笔个资 但是来源不明 不排除是政府机关资料被害入的可能性 警方已经将两名嫌犯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 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警方也提醒 民众如果有发现个人资料外泄 请立即向警方报案 警方一定会查办到底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